好,在这本次课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为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设定一个时间和日期 首先我在视觉器上面点击APP按钮 打开我们的功能菜单 选择我们控制面板 在控制面板里面我们看到有一项是日期和时间 这是用于设置机器人的控制器的日期和时间的 我们点击进入 好,我们就能够在这里能够设定我们的日期 年月日以及时间小时分钟 通过这加减按钮就能进行修改了 修改完毕以后只需要按确定 那么我们继续马上就按照新的时间开始计时了 就可以这样才shaped 拿到减锁 感受一下 0 那么 不 实躁